好,那我们就准时开始 好,现在就开始了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 你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部分 求你的您真的是与我们同在 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 主啊,帮助我们 不是把这当个知识学 而是把它真的是让它成为我们的血和我们的肉 我们的生命 真的是让道成为我们的肉身 让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是未来的几堂课呢 我会讲约翰福音 本来我要按照顺序讲 但是呢,你们中间有那么几个人 我跟你讲过 我今年在背约翰福音 所以正好现在第四章差不多快背完了 那我想我反正现在正好在背第四章嘛 我反反复的每天想的就是这个 那我还不如就从这开始讲 讲完了以后我再回去讲 我先从我最熟悉的讲 然后我申诉一点的 我就晚一点讲 但是呢,因为这都会录下来 最后你把它并在一起 它还是按照顺序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好,我会从这六个方面来讲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她是一个啥样子的人 然后耶稣怎么样传福音 这一段呢 它是以故事的题材 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讲了这个圣经中叙事体材的解经的原则 今天我们就开始用了 你看我们学了以后马上就要用 不光用也要看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 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 我读了以后 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触动 我也觉得对我所辅导的这些对象也有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个第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 对耶稣认识的改变过程 第四就是她自己生命的改变过程 第五,这一段圣经就讲了成功神学 然后我们看成功神学到底是咋回事 耶稣怎么对付成功神学 然后再讲这个传福音的原则 我们从耶稣传福音 然后再看这个妇人怎么传福音 这一段内容特别丰富 我希望我能够在我们这个时间内 把它很好的讲完 好,我们先来把这一段圣经都给她读一遍 我读,你们看着 我把这个标签放一边 好,在我挡在这个地方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大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迦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越有五阵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活水 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气局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讲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身处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妇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 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 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道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父是灵 所以拜他的人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夫人说 我知道米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28节 那夫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中 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39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 因为那夫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夫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 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 叙事题材的解经的原则 解经的原则的话 首先我们要看他的神学立场 在这一章神学立场 其实比较好看 为什么 因为是耶稣亲自说话 耶稣的话 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的人生观 就是我们的是非标准 所以我们神学立场 从这一章就很容易看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比方说像撒玛利亚 妇人是什么意思 像雅阁是什么意思 像这个仙知是啥意思 这些还有他走路 他为什么从这走到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背景 你就会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是鼓励你 我们如果你已经信主了 来参加我们的辅导群 我们其实是要求你每天要读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读圣经读多了 你就会在圣经上发现 其实我们说的他的历史背景 他的文化背景 他的语境等等 其实他绝大部分都在圣经中 额外的一些是通过现在的 这种圣经考古找到的 但是绝大部分其实就在圣经里面了 你读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待会我讲的时候你就会看见 我怎么样在圣经中找他的这些背景 找他的这些信息 这就是我们说的已经解经的原则 已经解经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圣经上这样说的吗 主知道 我把这张背下来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主知道法利赛人 听说他收门徒和施洗 比施洗的约翰还多 他就离开了犹大 要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许家 好我们来看 犹大是在以色列的南边 以色列就是一个长辽 就细长细长的 他的从东到西 我们的说打一枪 那个枪如果比较厉害的话 就可以从约旦河 你看东边这个南色的 右边这个南色的线 就叫约旦河 左边这个南色的一大块 那就是地中海 在圣经中叫大海 然后呢 中间夹的这细长细长的 这一鸟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还记得吗 以色列在所罗门的儿子的手下 他就分裂成两个国家 这是公元前九百年前的事 北国呢 就叫以色列 北国叫以色列了 耶稣的时代 这个他已经亡国了 我是说在那之前 北国叫以色列 他分成两大块 你可以看见上面这一块叫加利利 下面这一块叫撒玛利亚 待会我会讲撒玛利亚的背景 为什么 这个妇人觉得耶稣跟他讲话 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背景蛮重要的 然后在南边的 这就是犹大 犹大的那个首都 就是耶路撒冷 还记得吗 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 你就会发现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前面是 耶稣他们在加利利的加纳 就是前面这个加纳 就是CANA CANA 便水为酒之后 然后后来 一月节耶稣就到耶路撒冷去 然后就在圣殿里面 把那个牛羊鸽子 还有兑换银钱的赶出去 赶出去 他就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这个地方 传到传了有一段时间了 好传了有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来 耶稣就知道这个法利塞人 也就是那些宗教领袖 就开始在那儿 就知道了 耶稣竟然收门徒和施洗 虽然不是他自己施洗 是他的门徒施洗 说他比施洗约翰还多 也就是说 耶稣的民生 知道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耶稣就马上就离开犹大 要回到他的家乡 加利利 看见没有 耶稣做事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他不会让人 所以他就赶紧要回避一下 否则他就待久了 这些宗教领袖 就要开始去 置他于死地了 看见没有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就是在耶稣的时代 以色列就是那个犹大人 正宗的以色列的 纯种的以色列人 是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 待会我会讲为什么 这是圣经上有历史背景的 所以他们很多人 他们要从犹大回到加利利的话 他们会过到越旦河东 然后走过去 再过到越旦河西回到加利利 耶稣这次特别选择 经过撒玛利亚 而且还在叙迦的叙迦就是事件 事件 就在叙迦的那个井旁边停一下 这个事件 这块地是当时约瑟 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正宗祖宗 雅各又叫以色列 临死的时候 把这块地给他的那个儿子 就是他立的他为长子的 那个第十一个儿子 叫在埃及 叫约瑟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呢 有雅各井 就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发生在这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背景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背景 对我们待会儿理解 圣经其他的内容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看 我读给你们听 你看见没有 这个背景 是我直接从圣经旧约中 拿出来的 圣经旧约中讲撒玛利亚 还不止这些 但我觉得就这一块 就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呢 我就拿这一块 我读给你们听 然后我稍微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是猎王夏 17章第五节 亚述王 这是 我先说一下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差不多是以色列 北国 亡国的时间 也就是公元前 722年左右 公元前 722年左右 以色列 北国公元前 722年 亡国亡国亚叙 南国 犹大公元前 586年 亡国于巴比伦 好 我现在讲 这就是 亚叙王上来攻击 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 记住 撒玛利亚在公元前 722年 它是以色列 北国的首都 记住 是它的 北国的首都 上到撒玛利亚 围困三年 赫西亚第九年 赫西亚是以色列当时的 王国时的君王 他是他的王 赫西亚第九年 亚叙王 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 掳到亚叙 把他们安置在 哈纳和哥萨的 哈勃河边 并马带人的诚意 这样 以色列人从本地 被掳到亚叙 直到今日 亚叙王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 和西法瓦因 迁移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 住在其中 有人告诉 这是中间跳了 有人告诉亚叙王说 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 各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 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亚叙王就吩咐说 叫被叫所掳来的祭司 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 将那地之神的规矩 指教那些民 于是 有一个从撒玛利亚 掳去的祭司 回来 住在伯特利 只叫他们怎样 敬畏耶和华 然而 各族之人 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 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的 秋坛的殿中 巴比伦人造苏格比纳像 古塔人造挪夹像 哈马人造亚施马像 亚瓦人造挪哈和塔尔像 和塔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亚当米勒和亚纳米勒 他们惧怕耶和华 也从他们中间 立秋坛的祭祀 为他们载有秋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 就随何邦的风俗 他们直到今日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 典章也不遵守 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 律法诫命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 祖父他们说 他们却不听从 仍旧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如此 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子子生生 也都照样行 笑话他们的祖宗 直到今日 好 带呢 王上下 溺王纪上 溺王纪下 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是以色列人贝鲁归回回的时候 也就是说公元前四五百年的时候写成的 而他们 而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区域呢 丧失的是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 也就是说在 过去的 在这个圣经这一段写成的 两三百年的时间内 两三百年的时间内 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这已经成了撒玛利亚的文化和习俗 所以你看了我跟你读的这一代 你会发现 撒玛利亚是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撒玛利亚在以色列 北国的南边 这么大一块地 这一大块地 当他亡国了以后 因为他是首都 一般的这种侵犯人家国家的 他要首先占领的是首都 而且首都的人 他一般都有那种国家的骄傲 那种他的各个方面的力量 也是最强大的 所以亚续王是非常会统治的 很有世界上的人的办法 所以他为了好统治以色列这些人 他就把这个区域的人 把他运了很多 因为亚续占领了很多地方 你看他不是说马代的地方 巴比能的地方都是他占领的 所以亚续他不光是占领了以色列 北国 他也占领了其他的国家 他为了好统治他占领的这些国家 所以他把这些国家的人 这搬来送到那 那搬来送到这 这样的话你就被混杂了以后 你就失去了你对你原来 那个国家和土地的中心 就这个意思 所以撒马利亚人 你看到这你就发现 他是外族 各种各样的外族人来 以色列人并不是说全部搬走了 还是留了一部分 所以呢这些人跟外族人混杂了 然后不光他们的血 血血血血沿关系混杂了 都成了杂种 不是纯种的以色列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信仰上混杂了 也就是说他们 后来你读的 待会我们读约翰福音 你就会发现哈 他们承认自己是雅各的后代 但是他们不是雅各就以色列 但他们不是纯种的以色列的后代 不光是血缘关系上 他们的信仰上也是一样 他们把他们的外族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偶像啊 恶俗啊 焚烧儿女献给鬼魔呀 全部都给弄来 然后呢他们也知道 以色列的这种 旧约的这些 敬拜上帝的规矩 但是他们对上帝不忠心 他们把他们的异教的东西 全混在一起 同时他们也懂旧约的这些规矩 明白吗 就是这样一个背景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 就是在 我们再往上看哈 所以现在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见了 看再看这个地图的话 你就会明白 这个粉红色的这一块 就是撒玛利亚 然后这个耶稣的时代呢 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他是没有政权 因为是是是罗马人 有政权的 他们只是有宗教的这些权利哈 所以呢 那犹大的这个民族呢 是以前的这个 纯种的以色列人 然后这个加利利呢 也还没有被混杂 也是另外十个支派的后代 唯有这个撒玛利亚 这一块人呢 是是以色列的这些人 跟外族人混杂 不光是血缘关于混杂 而且是信仰文化 传统全部混杂的这样的人 这就为什么真正的犹太人 是非常鄙视他们的 OK 在耶稣的时代 就是说是 那些人 他们重男轻女 而且他们也非常鄙视 非犹太人 虽然撒玛利亚人 总自己想着自己 也是以色列的后代 但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后代 是很鄙视他们 不承认 就是这样一个背景象 好 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首先看 她是个妇人 耶稣是个男的 所以她就觉得 耶稣应该 不会跟她讲话 因为男的跟女的不讲话 男的瞧不起女的 是不是 第一 第二呢 她是个撒玛利亚人 而耶稣是个犹太人 是个犹太人 所以呢 她也觉得 耶稣应该瞧不起她 应该不跟她讲话 是吧 这是第二种 第三呢 你就可以看见 你读到后来 你就知道 耶稣其实非常清楚 她的背景 耶稣后来 说了一句话 帮助她 让她自己说出来 这个女人 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 这个女人 曾经有五个丈夫 应该不是五个丈夫都死了 按照她现在的这个光景 古今的五个丈夫 大概是被人家修了 或者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 她曾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一个男人 或者是同居 或者她是那个男人的小三 不知道 总而言之 这个男人是苟和 是没有婚姻关系的 OK 而且是这样讲的很清楚 她是正中午的时候来打水 刚才你看这个图片 我去了一趟以色列 到这个地带的话 还是 这个你看这个背后的这个环境 以色列那块地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就是看着很荒芜的 到处都是石头 看着很荒芜 到很北边 巴山地那边才是绿色的 还有那个约旦河的河谷 旁边是绿色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光偷偷的 所谓光偷偷什么 就是正中午 非常难受的 燥热难受 而且待会你从这个妇人的讲话 也知道 打水对这个妇人来讲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并不是一个很想去悦目 而且她很老远来打 而且她刚才讲的是很清楚 是井都是在城外面 人都住在城里面 她老远来打水 她为什么正中午来打水 因为正中午人家都不来 也就说明了这个女人 她的社会地位 她的民生是非常糟糕 她自己也知道 人家很鄙视她 她自己大概也很鄙视自己 从她跟耶稣说的话 就是哎呦 你是个犹太男人 怎么跟我撒玛尼亚妇人讲话 所以是这样一个妇人 也就是说这个妇人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她不管是从哪一方面 她是低端人口中的低端人口 OK 如果你觉得你低端人口 不管是经济上是低端人口 社会地位上是低端人口 道德上是低端人口 你就想想 这个撒玛尼亚妇人 可能比你还要低端 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OK 我们下次讲到 约翰福音第三端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第三端讲的是个人上人 耶稣跟他传道 第四端讲的这个是人下人 耶稣也是来跟他传道 而且是人上人是他主动去找耶稣 人下人是耶稣主动来找他 耶稣却对他非常了解 我相信耶稣这次特别来经过这个地方 就是要来跟他传道 因为耶稣是上帝 他有先知 他先知先觉 他什么都知道 他做事不像我们采个西瓜皮 划到哪是呢 他是很清楚的 他对他要遇到谁跟谁说什么 他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来找这个妇人 好 耶稣看见这个 所以他 你看见没有 耶稣上来 怎么跟这个妇人传回 耶稣一上来 耶稣看见这个妇人 正中午这个妇人来打水 耶稣坐在那儿 在休息 这个妇人也没打算跟耶稣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 大概从耶稣的衣着 什么东西 看见他是个犹太男人 自己也觉得很羞愧 本来中午出来打水 就是不想跟人说话的 是不是 怕跟人说话 所以大概是埋着头自己打了水 就准备走开 耶稣这个时候 就问他要水喝 耶稣缺水喝吗 真的要喝那盒水吗 再等两下 他的学生来了 不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吗 等等 不是的 耶稣是主动的 要跟这个女人找一个说话的桥梁 一个说话的桥梁 所以耶稣就问这个妇人说 请你给我水喝 妇人说 妇人说 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 怎么叫我 问我一个撒玛尼亚妇人要水喝呢 因为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尼亚妇人没有来往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那个原因 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 耶稣说 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 这就是全辈的福音啊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耶稣你看见没有 这样一个这么卑微的人 耶稣一上来就给他说 耶稣一上来就跟他说 如果你了解上帝要给你的礼物 看见没有 不是说你 你很多人到上帝面前来说 哎呀我必须要改好一点 你看我这么卧槽这么肮脏 我改好一点 不是 你就在你原来的那个地方 就在那开始认识耶稣 OK 所以耶稣跟他说 第一就讲 你若知道上帝要给你的恩赐 也就是礼物 上帝要给你什么礼物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你认识耶稣 那意思就是 你如何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 就是你如果认识我 我是耶稣 我是怎么回事 我要来做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看我们跟人介绍耶稣 是不是 你要了解上帝要给你的救恩 那就是礼物 白白的礼物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要了解耶稣来 他为你做什么了 是不是 因为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 跟我们跟中国人传 还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他没有这些背景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是撒玛利亚人 他还是对旧约很多东西 他是很知道的 他不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如果不是基督教的背景 或者没有读过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妇人是知道的 所以耶稣直接来跟他讲 第一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礼物 他给你白白的礼物 你看这么样一个人 主耶稣主动的给他礼物 第一 第二说你如果知道 这个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求他 如果你真正认识了他 你一定会找求他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有些人他不愿意认识耶稣 是因为他不真正的认识耶稣 他也不真正的意识到 上帝要给他什么样的礼物 然后你必求他 然后耶稣还说只要你求他 他就给你活水 OK 这就是圣经上反反复地说 你寻求就寻见 寇门就开门 看见没有 所以耶稣就跟他传了全辈的福音 看见没有 全辈的福音 因为还要加上这个妇人 对很多东西的背景认识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你把这加起来 他真的是全辈的福音 我们慢慢的往下看 好 我们来讲一下活水 他必早给你活水 什么活水 所以耶稣这指的活水 在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多次讲到 我这个地方只讲两点 你看看 约翰福音同样一本书 第七章的时候 耶稣说 耶稣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的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浆火来 耶稣说这话指着 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 圣灵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了荣耀 以赛亚书 这是这之前的七百年 耶稣上帝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 欢然取水 所以你看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活水就是指 永活的生命 就是指永活的生命 OK 耶稣用水来比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生活在地上 除了空气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水了 比吃饭还要重要 看见没有 所以这个妇人在打世界上的物质的水 耶稣跟她提供永生的活水 永生的生命 只过是用水作为桥梁跟她谈到 耶稣上来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 把这个福音跟她讲了 从四个方面 再加上这个妇人自己对旧约背景的了解 所以耶稣跟她讲了四个方面 非常清楚的把福音讲了 所以你看见耶稣 是不是对人下人低端人口多好 只要你愿意 所以不要再说 哎呀我不好啊 我先改一改啊 你靠你自己也改不好 你怎么改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所以耶稣在那喊你 你就在那答应 回应 好 活水 好我们 不应该 抱歉 我先把这个圣经讲一遍 然后我再来总结 好 所以呢 耶稣就跟她讲了这个福 讲了这个福音以后呢 好我们来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 从十一节开始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锦佑生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从这儿你可以看见这个妇人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个 耶稣讲的是永生的生命的这个活水 OK 妇人看见的只是 妇人看见的只以为耶稣跟她说的是一样 这是今生的这个水 所谓的今生的水就是说是今生的你的 我们的想要的东西啊 我们我们的追求啊 不管你的你的你可能追求的水不是她喝的这个水 你追求的是钱啊 名啊 利啊等等 耶稣 妇人就跟耶稣说 就是说 很很困难啊 你 我看你 你怎么可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呢 这个很困难啊 等等等等 这就像我们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他想着他自己的这个困难 他觉得你怎么可能解决我的难处呢 不可能的 是不是 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很多时候就会这样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妇人马上就说 他说你看 我们的祖宗雅各 讲这水 雅各就是以色列啊 讲这井流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身处都合这井那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 当耶稣在跟他讲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时候 妇人他刚开始呢 他对耶稣的认识呢 就是说耶稣只是一个外邦的 一个外族的男人 他刚开始只是觉得耶稣是一个犹太的男人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 哇 耶稣谈这个哈 所以呢 他就把耶稣跟他的祖宗相比 也就是说跟他的传统相比 也就是说他对耶稣的认识 他把耶稣又看高了一点 OK 也就是说 他就说 我们的祖宗雅各讲这井流给我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祖祖辈辈 我们都有 我看一下 都有差不多两千年的 一两几百年的这个文化 从雅各开始 你就差不多一两千了 从一两千的这个文化传统了 我们就像这样活 难道你比我们的文化传统还高吗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 跟人家传福音 讲耶稣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呀 他是个外族的神啊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的东西啊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再跟他讲的话 他就会 他就会拿耶稣来 跟这个孔子啊 老子啊 中国的这些 文化的这些东西比 现在更是这样 现在是拼命的 这个 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名义 然后来 高举这个 这个 这个儒家呀 这个福家 这个儒家呀 中国的这些文化的这个东西 来抵挡这个耶稣 看见没有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所以呢 富人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富人呢 所看见的 只是他 今生今世的这些需要 就是今生今世喝的这个水 这个今生今世的 我刚才不是说吗 也是你 也是我们一般的人 就是我们今生今世 其他的追求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到十三节的时候 耶稣就说 如果你喝这个水 也就是说 不光是这个锦里的 这个物质的水 也说你追求今生今世 所有的这个东西 说你还会再渴 如果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 也就是永远的这个生命 所以呢 你永远的不会渴 不光不会渴 耶稣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你里面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就是说 它是源源不淡的 只要你愿意 把嘴巴张开 这个全员 就一直会满足你 耶稣这个地方讲的完全是属神的这个生命 永远的这个生命 跟上帝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个生命 但是呢 十五节这个妇人呢 她还是不懂 她呢 不过这个时候 她被打动了 她至少又对耶稣的认识又提高了 刚开始她还不太相信耶稣 虽然她对耶稣的认识 再提高 再从她 耶稣这是个外邦人 是一个犹太人 到她 把耶稣跟她的祖宗 跟她的传统 就像我们中国的孔子一样的 把她相提并论 到这个地方 她说 哎呀 如果她真的能够赐那个水 她 耶稣讲的是永恒的水 活水 但是妇人就想着 如果她真的能够满足我今生今世的需要 这也挺好呀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她就跟耶稣说 那好啊 那你就把这个水给我啊 让我不渴 就是让我今生今世 不但 不渴 就是说 解决了我今生今世的这个问题 而且呢 也解决了我的所有的麻烦 因为她出来脑远打个水下 又热 然后又远 还出城 还提个桶 扛在头上等等 她 妇人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信这个耶稣的话 她让我今生今世 日子好过点 也很好啊 是不是 好 讲到这儿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OK 这个时候呢 耶稣就说什么 哎呀你 你你你仔细揣摩耶稣说的话 每次说的话简直都是妙极了 一个字也不多 一个字也不少 耶稣这个时候 意识到了 这个女人其实她是动心了 她对耶稣讲的东西 她对耶稣讲的话很感兴趣 她也想接纳耶稣 认识耶稣 只不过是她其实不懂 他其实不懂耶稣 传的上帝道的上帝给的那个免费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 耶稣自己到底是谁 然后 这个活水 跟她到底有什么关系 她其实不懂 她只以为她信了耶稣以后 她就会得今生今世的好处 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说 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 难道耶稣不知道她现在没有丈夫吗 那为什么这样说 耶稣没有直接说 你看你就是个淫妇啊 你看你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 没有 耶稣这样说的目的是给这个妇人 自己机会 让她面对自己的生活 能够自己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 OK 所以呢 她这样说了以后 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 然后耶稣说你说的不错 你是没丈夫 你现在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好 说到这个地方 我再问你一下 碰上一般的人 碰上很多的人 听到这个地方 你跟人家传福音 如果你突然间出了他的这个 不小心 因为耶稣是知道他的底细 所以直接说了几点 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 我们不小心 我们就把人家的丑事给捅出来了 可能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圣灵感跟我们说出来 我跟你说实话 有些人就会被非常被冒犯 就会老羞成怒 或者就开始遮掩 就开始说一大堆其他的话 把他遮住 这就是这个妇人的可贵之处 可贵之处是什么 妇人这个时候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这句话 我们中国人听这句话 我们看不出来是啥意思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 他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 他的神学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我们来看旧约对先知的描述 我们不是刚才介绍了吗 这个富人这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们有那么 乱七八糟的这些传统 拜偶像等等 但是他们还是懂旧约的 他们知道先知是怎么回事 他们待会你读到后面 他们都知道米赛亚基督是什么 怎么回事 他们都知道 只会他们把他们的异教 那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他们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在知识上面 跟我们不太一样 但是作为罪人 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 旧约其实讲了很多 关于先知的事 我只是列举一点 这就是我再说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 已经解禁的原则 你看见没有 就是所有的这些术语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理解去解释 如果用你自己理解解释 基本上就是错的 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你看了这个是先知 你是个中国人 你不懂这个圣经的背景 然后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顶多知道 顶多觉得先知是什么 就先知先觉 不是这样 旧约对先知的描述 不是这么回事 耶利米书23章 21到22节 我 这个我是指的上帝 前文 上文下理事 我是上帝 我上帝没有打发那些先知 就是假先知 他们尽自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尽自语言 好 下面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死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又死他们回头 立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 好 耶利米35章15节 我上帝从早起来 猜浅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 你们个人当回头 逆开恶道 改正行为 不随从 侍奉别神 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上 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 也没有侧耳听 耶利米哀歌 都是耶利米写的 二章14节 你的先知 为你们见虚假和愚昧的意向 并没有显露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被掳得归回 却为你们见虚假的漠视 和使你们被赶出本 却为你们见虚假的漠视 和使你们被赶出本境的缘故 这是指的假先知 所以看了这三段以后 你就会发现 旧约圣经的先知 他们虽然是预言未来 但这是他们的责任的 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说实话 他们主要的责任是什么 主要的责任 你按照这个就是 揭露上帝的百姓的罪恶 第一揭露他们的罪恶 使他们离开恶道 教导他们 让他们听上帝的话 所以新约的时候 像我们像基督徒 跟人家讲神的话 讲道 其实这就是先知的功用 就像我现在 在跟你们讲上帝的话 如果我讲的是 按照圣经的话讲的 我就是讲的上 我就是先知的功用 但如果我没有 按照圣经的话讲 我在这讲 其实就是讲先知的功用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 所以先知的话 就是代表上帝 对人说话 指证人的罪 劝人认罪悔改 跟随上帝的人 如果他不做这些事 他只是说好听的话 只是满足你今生今世 物质的需要的 这些 不管他多大的名声 都是假先知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就是不管你 名声多大 你行神迹 你把人家一摸 治了长胆腿 然后让你的 背也不妥了 只要你不去 劝人家认罪悔改 跟随耶稣 离开恶道 这种都是假先知 你只是满足人 今生今世的需要 让人家今生今世 活得快活 更不需要上帝 更不需要悔改了 好 我们重新再回到这段圣经 好 所以呢 所以你看见没有 16节到18节 耶稣 耶稣问了他以后 这个妇人 自己说他没有丈夫 你看他这一点 你就可以看见 他其实还是 心还是蛮柔和的 心还是蛮柔和的 然后耶稣 马上把他的罪指出来 你要换个人说 那再见了 拜拜 赶紧就走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妇人没有 没有走 他不光没有走 这个妇人还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虽然他 你看他对耶稣的认识 又提高了一步 虽然他还没有 完全认识到 耶稣就是米赛亚 但是当他说 耶稣就是先知的时候 说明什么 说明他认识到 自己就是个罪人 这个人 是上帝 差派来的先知 来劝自己认罪 悔改 归向上帝 跟随上帝 为什么 因为刚才 我跟你解释了 有旧约背景的人 对先知的认识 就是这样的 明白吗 所以就是说 你看见这个妇人 对耶稣的认识 又提高 同时这个妇人 自己开始 你看见没有 他真的是 认识到自己 是个罪人 自己很龌龊 然后 耶稣像这样 跟他说 他也没有觉得被冒犯 他也没有马上离开 他也没有 扯一大堆油头 为自己 找借口 也没有说 哎呀是人家把我怎么着 都怪人家 都不好 你会发现我们 跟人家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很多人 他来跟你说的话 全是他的对方不好 他自己都好得很 他全是受害者 他好委屈 对方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看见没有 但是妇人说的这句话 就是妇人承认 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就跟我们刚才跟你讲的 他有旧约的背景 他对先知的理解 所以呢 他上来 他就说 我看出你是先知 也就是说 他就是认罪了 悔改了 愿意悔改了 而且也没走 就在盯着继续说 只不过他现在 没有看见耶稣 是米赛亚 他只是觉得 耶稣是代表上帝来 告诉他 让他认罪悔改 他就马上开始说 他说那我们的走宗呢 在这身上礼拜 在谈什么 就谈我们的宗教问题 我们也有宗教啊 也是劝人为善啊 就这意思 明白吗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 那意思就是说 哎呀 你说你就把我的罪信说出来 我真的要认罪悔改 但是呢 我们也有宗教啊 我们宗教也劝我们 劝我们要做好事啊 我们的宗教是这种方式啊 你们的宗教是那种方式啊 你们的宗教跟我们的宗教不一样啊 看见没有 他又上升那一步 刚开始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外族人 然后下一步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 说到哪 我问 年纪大了 下一步就把耶稣当作是 是他们的文化传统的这种祖宗 在下一步他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先知 是一个宗教人士 然后是一个宗教领袖 然后说我们其实也是有宗教的呀 你们的宗教劝人为善 我们佛教也劝我们为善啦 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这样说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这样哈 好 下一步呢 好 耶稣就说 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就是拜上帝哈 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等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 对这个妇人来讲 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是说了妇人 她是有旧约背景的 她读了旧约背景 你知道上帝预言的 上帝的那个独生子要来 是从犹太人中出来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告诉他说 你拜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拜的东西是我知道的 因为你不是读旧约吗 你不是也谈先知吗 旧约先知不是已经说了吗 这个救恩要从犹太人中出来吗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他是有这个 这个神学背景的 旧约背景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从我们中国背景出来的 我们这个都要粘在一起 你才能明白 好 二十三节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是要用心灵和诚实 诚实是真理 诚实是真理 就是我们敬拜上帝 要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 真理是什么 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要我怎么拜 我就怎么拜 所以你不是说这山上 也不是说那山上 上帝要你怎么拜 你就怎么拜 明白吗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为什么 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 让你读圣经 为什么 上帝是灵 你要敬拜他 要用你的心灵 还要用他的真理 你不读圣经 你怎么知道怎么拜上帝 说不定你在天天祷告 你祷告那几句话 上帝听着都烦死了 你还在那儿啰嗦 是不是 你要明白上帝喜欢你做什么 你要明白上帝的是非观是什么 你要明白上帝是怎么解释世界上所有的因果关系 他怎么解释 那就是你应该怎么解释 上帝你要明白上帝的价值观 什么意思 就是上帝说什么重要 那就是什么重要 我们群里面我看有个姊妹 他就整天跟他的丈夫 他就觉得难受 我看了一下 很简单的问题 什么简单 比方说丈夫 大夏天他跟他的女儿踢个网头 丈夫听着看着很难受 说你跟你女儿踢个网头 那是我的孩子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然后他就很不高兴 说着很烦恼 就恨得要离婚 我说 你孩子的头发长短 他热一下冷一下 或者把辫子砸起来 这个重要还是一个 还是夫妻关系重要 你看见没有 所谓价值观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重要 什么东西不重要 你如果不读圣经 你不按照上帝的真理 敬拜上帝 所谓敬拜是什么意思 拜他就是 你跪在那 他在上面 他是你的主 你是什么 你是个仆人 你俯伏在他的脚前 叫拜 叫拜不是平起平坐 而且拜还是要按照他的真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反反复复的要求你 要读圣经 不光读 还要思想 改变你的思想内容 我最近有好几个 我们群里的人跟我讲 说老师们 要我们读圣经真好 以前我实在不觉得 自从有一个姊妹 前两天跟我说 自从我最近一段时间 开始背圣经 我就发现了 我再没有心思胡思难想 我只要老子一空 我就思想上帝的话 我就发现上帝 医治我的问题了 很多人给我们回馈都是这样 所以你需要用上帝的真理 来敬拜上帝 你要用你的心灵 和上帝的真理来敬拜他 你不要想当然的敬拜他 想当然的敬拜他 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敬拜上帝是一回事 没用 没用 OK 所以那如今就算 那真正拜父 就拜天父的 必须要用心灵 和上帝的真理 就是诚实 英文叫处子 就是上帝的真理 来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 拜他 神是灵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要用心灵和真理 强调了两次 必须要用按照上帝的真理 来拜他 好 这个时候妇人终于 妇人我不是说了 妇人因为她是撒玛利亚的 背景的 她也拜异教 拜各种光难切八糟的东西 但是因为她是撒玛利亚 她还是雅各的后代 只不过她不是纯种的雅各的后代 所以呢 她也知道弥赛亚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翻成希腊文 就叫基督 所以弥赛亚和基督 是一个字 OK 是一个词 OK 是一个名字 只不过是不同的语言 她说我知道弥赛亚 就是他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要讲一切事告诉我 所以她在她心灵深处 她还是知道 隐隐约有 有那个基督 有上帝的道成肉身 上帝的独生子要来 只不过在过去这么多连月 她跟这个上帝的没有关系 所以她有一些宗教仪式 在那个地方过着 那个宗教仪式并没有改变她的生命 还让她在爱情婚姻中弄得乱起爆炸 这么痛苦 把自己弄得遍体迷伤的 好 好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 你来看看这个妇人的改变 待会我再总结 但现在按照这个圣经 我们看一下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说完了以后 这个第二十七节 我没有打出来 那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下就 门徒就回来了 我那个 那个以后咱们再有机会再讲 今天只讲耶稣跟这个妇人 谈到的事 你记得啊 这个妇人以前是什么 这个妇人以前 正中午出来打水 非常痛苦的出来打水 耶稣问她要水喝 然后耶稣最后说活水 然后她就说什么 哎呀那你就把那个活水给我 她想的是 耶稣满足她今生今世的 河水的问题都解释了 解决了 就是今生今世 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就说哎呀那你 那你就把那个活水给我 也就是把那个 让我今生今世都不要再来打水了 那多好啊 就像家里安了个自来水管了 这样的我也不需要这么费劲 因为也解决了我的困难 也让我不用劳动了 这多好 是不是 以前是这样的 而且你知道她来的目的就是打水 而且她还想 像这样得到水 结果人家现在怎么着 水管 咬的水 水罐子也不要了 为什么 她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了 刚开始是认罪 耶稣跟她说她五个账我这个东西 她认罪悔改了 不光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才回过未来了 才回头再想前面说的话 哎呦不得了啊 这是弥赛亚 这是基督啊 我这样一个难女人呢 她一来就把上帝的恩典 白白的给过了 还记得耶稣 刚开始跟她说的话 说什么呀 如果你知道上帝给你的恩赐 就是礼物 那个白白的礼物 是什么 你还知道 那个跟你说话的是谁 是弥赛亚 基督 就是你 你心目深处 最隐隐约约知道的那个 然后你就早求她了 你不光早求她 她也就 给你 早给你了 所以现在这个妇人 是不是得到了 肯定得到了嘛 是不是 因为 因为耶稣把她的 这些丑事 又说出来以后 她马上就承认 耶稣是先知了 是不是 然后现在 耶稣说 要用心灵和诚实 拜她的话 她也马上要戒来了 而且戒来了 不光戒来了 也就是说 她能够放下 以前她 拼命在追求的 今生今世的水呀 以前是拿着水罐子 郑重来打水 现在水也不要了呀 看见没有 她本来是回尘的 她本来可以拿着水罐子 回去把水放下来 就是这个事 现在人家水罐子都不要了 都也不打水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她的价值观改变了 看中的东西 马上就改变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以前是看中这个水呀 以前是求耶稣 知道这个人 希望这个人都满足我 今生今世的水 现在这个水也不用满足了 现在咱也暂时也不要打水了 就先去 这生命改变了 这得了这么大的救恩 这实在是太激动了 先要把这个激动的事 要跟她宣传出去 你看见没有 这不得了 你看这个妇人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呢 她就 本来她就住在城里面 她本来就可以顺便 把她的水罐子拿回去 她也不拿了 水罐子往这儿一放 咚咚咚咚咚咚 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 然后就站在城里面 以前是回避见所有的城里人 现在跑 却跑到众人中间 说明什么 说明她心里真的知道 她已经得到那个免费的 那个救恩的礼物 想想我们可是撒玛利亚人 犹大人都瞧不起我们 这竟然这个米赛亚来了 她不找别人 她竟然找我这个最低单的人口 这么难的一个人口 我竟然就得到救恩了 所以上帝揭拉我 改变我的生命了 我她是先知 所以呢 先知她竟然告诉我 我以前的这些丈夫这些问题了 我也认罪悔改了 看见没有 所以我重新做人 所以我现在再不怕见人了 所以呢 她就跑去见众人 你想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 你不要等到你的生命 变得特别美好 你才去做见证 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是个罪人 你有这种看见 你就可以去分享 我跟你说一下 我早期的分享 你知道 我没信耶稣的时候 你看我说话特快 我先生说话很慢的呀 他的个性也很慢 我先生脾气不小 但是他说不过我 所以呢年轻的时候呢 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挺巴结我的 所以我呢 年轻的时候跟他吵架 很厉害的 我每次都要吵赢的 OK 我信了耶稣以后呢 我就发现 不能这样 我就很快改了 你们看我的见证 改了以后呢 很快呢 我先在美国 我先在一个地方读硕士 读硕士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她比我小两岁 她也比我低几级 所以呢 我就后来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读博士 她我读硕士的时候 她在那读本科 然后呢 后来我就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读博士呢 她很快 她也转去了 她在那读硕士 她跟我在一个实验室 好呢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我就很激动啊 我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我跟她传福音呢 你知道我才开口 说了几句 跟她传福音 你猜她说啥 她说 我听人家说 你跟你老公脑吵架的呀 说的很对呀 以前真的是脑吵架 她又说我一嫩 嫩住了 心里默默祷告一下 我马上就回答 我说你说的很对 是的 我真的是很糟糕 很吵 脑吵架 但是我 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那时候信耶稣时间不久 我就意识到我是个罪人 所以我现在开始改变 我说呢 我现在比以前变得好多了 但是比我想要的 比上帝的要求 和我自己想要的 还差得很远 你看我 我还会改 我说到这 她一愣啊 她没想到我这样回答 你说因为 如果我是个非基督徒 她像这样跟我戳了老底 我一定会 所罗一番 我丈夫多坏 多坏 我多委屈 是不是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看见没 就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 我们对罪友 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跟人家分享 耶稣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然后你来看这个妇人 她是怎么做的见证 她做见证 她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要素来所行的 一切事跟我说出来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她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让我看见我以前是个罪人 我悔改了 看见没有 她是讲的是她 以前是个罪人 现在的悔改 这个问题 她没有说 哎呀你来看呢 这个人他真好 他一来 我这样也不用打水了 以后我们家叫阿娜斯外水管 都有水喝了 你看我们很多人传福音 是不是这样传 哎呦你呢 信耶稣 那信了耶稣啊 那病也好了 这家里关系也好了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孩子不聪明 也聪明了 你看你传的是什么福音 那根本不是福音 明白吗 待会我们还要再讲一下 你要讲福音 是要讲你生命的改变 也就是以前你对罪是什么看见的 现在你对罪是怎么看见的 以前你是个什么样的罪人 现在上帝怎么改变 这才是真正的做见证 所以不要去做见证 哎呀我那天 我本来我找不着工作 我这一祷告 然后就找到工作了 你这个说的是事实 但是问题是 这种上帝并不会让他 兑现在每一个人 其他人身上 而且上帝 你信上帝的目的 他不是要 你不是要得 今生今世的好处 耶稣关键的是 要救你的生命 虽然有时候 耶稣是给我们 有些人怜悯 实在是给我们 今生今世的 物质上的好处 但是这不应该是 你传福音的这个核心 因为你这样 把人都带偏了 人来到耶稣面前 他就是要得 今生今世的好处 但是耶稣并没有应许 每个人他都会给 人家来了以后 人家觉得 这个耶稣没有满足 自己今生今世 物质的要求的话 他就会对耶稣有苦毒 他离开了 他还不如 他没听到福音 他离开了以后 他以后 他对耶稣有误解 更难传福音了 明白吗 好 我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妇人对耶稣的 认识的改变过程 你看真的就像剥洋葱 一层一层的 首先他认识到耶稣 这是个外族人 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像我个撒玛利亚夫人 要说 好 第二呢 他把耶稣看高了一点 把耶稣跟他的祖宗 跟他的文化 跟他的传统 相提并嫩 祖宗 我的雅各 就是我的祖宗 他自己和他的儿子 并身处 就是我们祖祖辈辈 我们的日子都这样过的 我们都这样追求的 我们都这样操纵的 难道你跟我们的祖宗 差不多吗 就这个意思 然后第三步了 他又认识了 哇 你是个先知 你竟然来告诉我 我是个罪人 要我认罪悔改 然后呢 然后就说 我们的祖宗是这样敬拜 我们有这样的宗教 你确认我 我为善 那我们的祖宗 也劝我为善吗 我知不我做不出来呀 是不是 但是呢 下一步他认识到 耶稣原来是 就是他们 他们的这个 宗教中传说的 那个米赛亚 那个基督 然后呢 认识了耶稣以后 回头再想前面 耶稣给他的这些恩典 这些 耶稣支出他的罪 要他悔改 等等 居然把 耶稣把这么宝贵的 免费的礼物 直接赐给他了 他的撒玛利亚中 都算是一个 很难的难人 只有在震悟的时候 大太阳晒着 没有人出来 打水的时候 打水的这样一个人 生命完全翻转 本来他羞辱的 活在嘴中 为生活奔忙 好 然后呢 他刚开始信的目的呢 他只是为了得 今生今世的好处 减少困难 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不渴 就是我以后 我总是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很多基督徒的信仰 就永远停留在这个 这就是成功神学 什么是成功神学 就是耶稣是来满足 我今生今世的需要 就是成功神学 很多人传的福音 也是成功神学 回去好好想一下 你是怎么在 跟人家传福音的 很多人传福音 都是在跟人家讲 哎呦 你知道吗 我本来那天 我那有个病呢 结果我信了耶稣 我的病就好了 我看你又有病 你也去信耶稣 他也治你个病 哎呀 本来我就找不着工作 结果我一祷告 睡了一觉 然后突然第二天 我就找到工作 你传的这都是 成功神学的福音 耶稣并没有应许 每个人都会这样 他偶尔给人特别的恩典 如果那个人冲着耶稣来的 他这样信了耶稣 他没有真正的得救 你你你你讲到这 你看见 萨玛尼亚夫人得救了吗 耶稣根本就没有停止 看见没有 耶稣跟着才会 讲下面的他的罪的问题 他要认罪悔改 这个根本不叫信耶稣 OK 这种人在哪 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这种人没有真正信耶稣 其实很惨的 他们以为他们信耶稣了 他们可以上天的 但他们没有信耶稣 没有 因为他信的耶稣 是他的仆人 只是为了伺候他 今生今世 让他生活的舒服一点 让他没有困难 看见没有 耶稣没有停止在这 耶稣一直往下走 而且这种人很难伺候的 为什么 这种人整天就是抱怨 为什么 他在教会就是你伺候他 你伺候不好 他就抱怨他 OK OK 然后你看见最 他这个妇人刚开始信了 信了信了 他他就只是为了满足今生 但是耶稣说不行 然后耶稣就开始跟他说 把你丈夫叫来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然后妇人马上说你是先知 也就是他 承认他 来 他的罪 承认耶稣是上帝 喊他来 让他认罪悔改 跟随上帝 然后到最后 当他真正的认识到耶稣 就是米赛亚 给他这个免费的救恩的时候 他的注意力从自己就转向了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只是来管自己的生活 忙碌自己的生活 现在 自己的水平也不要了 扔在一边 就进城去传福音了 而且是从 要水 就是要生活中的这种物质的这种需要 到放下这些来跟随耶稣 传讲耶稣 好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什么是成功神学 好 我们还有时间吗 还有时间吗 那我再讲几分钟 我把这个讲 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传福音 耶稣传福音 看见没有 是耶稣主动 这就是马太福音这个28章上说的 说去 去 耶稣就是去 而且是主动开口说话 开口说话是先用药水 为引子 为桥梁 但是呢 他不停留在这个桥梁那 他马上 一接上话 马上就开始介绍这个上帝的救恩 刚才我们不是说吗 一上去就讲了救恩的四个方面 我们要注意哈 我们很多人 我们说要跟人家传福音 我们要交朋友 交朋友 我们恨得跟人家交了一辈子的朋友 也没传过福音 那个桥梁 所谓桥梁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粘着让你过去 那个桥梁不是道路 不是说 50英里 100英里路 都是桥梁 没法走的 是不是 桥梁把这边粘到那边 然后你去了以后 你都马上开始要传讲福音 OK 传讲福音呢 记住 传讲福音特别要清楚 不要让对方停留在成功神学 也就是说 你要搞清楚对方说他信了 如果他说他信了 你要搞清楚 他是他不是 只是单单的追求耶稣得到今生今世的好处 要特别强调认罪悔改生命翻转 特别强调认罪悔改生命翻转 然后要指出上帝是主 我们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上帝 因为他是主 他在上面 你在下面 你要用他的真理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读圣经 明白他的话 OK 耶稣传福音 耶稣传福音这是很经典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你就好好地把这琢磨琢磨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 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 这是一个生命悔改的 信主时间不久的一个人的传福音 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OK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看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传 撒玛利亚妇人 把他的水罐子一放 咚咚咚 跑回城里面 主动找谁 找以前的熟人 而且这个熟人什么样的人 就是以前他很怕羞 他很羞辱 他不敢见的人 而且现在他敢去跟人家介绍 讲耶稣对自己的改变 他就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 他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讲了 莫非这个人就 莫非这个人就 就是这个人 莫非是基督吗 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 他介绍的什么 他是介绍的耶稣对自己生命的改变 自己对罪的认识的改变 记住他没有介绍 他没有说 哎呀那个人有活水 你们来了 以后你们都不需要去打水了 哎呀 自来水都接到你家里来了 哎呀快来 不是这样 不是讲物质的好处 而是讲对罪的认识 对生命的改变 然后他不光是生命的改变 因为他 他也不懂那么多圣经 他我相信他懂的可能 比他群里面绝大部分人 懂的都少了 但是他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他亲自经历过耶稣 他的生命被改变了 这一点他城里的人 他的熟人们还没有经历 所以他可以介绍这一点 介绍这一点以后 让他干什么 他说那那那 你们来看 你们自己来看耶稣 你们来了解他 那时候耶稣在哪了 但是我们现在 耶稣不在这 你可以看什么 你可以读耶稣留下的话呀 圣灵会带领你进入真理 所以你就带他来读圣经啊 你就带他跟你一起来 进到我们的辅导群 一起学圣经啊 你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啊 带的目的是让他认识耶稣 这也是为什么哈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有发现 你们在辅导群里面 经常问我们一些问题 如果你反复的问一些 很基本的问题 我会经常问你 反问你问题 我说你有没有祷告 你读圣经了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小青老师 怎么是这样呢 他怎么这么粗鲁 他都不理我呢 我就是在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 我是叫你自己去看耶稣 你总想看我 你不想看耶稣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只想吃奶 你不想吃干娘 你希望我 你听再好的道 都是在吃奶 不是吃干娘 就像现在 你就是在吃奶 我反复的吃了 消化吸收了 喂给你吃 我呢 是下了功夫的 我把这一张背下来 我默想了一百遍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我心思很歪 如果我没有好好的下功夫 或者我的心思很歪 我的奶里面是有毒质的 然后我给你喂 我是不是也把你给毒害了 而且如果我总是给你喂奶 你是不是就成了巨鹰 你永远也长不大 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停的 虽然我们每个星期 跟你讲一堂课 给你给你一点 这个辅足的这个奶 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处你 你要吃干粮啊 所谓吃干粮的时候 你要自己来读圣经 来认识耶稣 这其实就是我们 带领你来认识耶稣 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一样 我说来来来来 你自己来看看耶稣是咋回事 OK 你自己来认识耶稣 OK 我们群里面有一个盲人 姊妹叫恩惠姊妹 这是她的网名 盲人 我们之前还有个盲人姊妹 叫李战 人家都是盲人啊 而且都生活在农村 很不容易啊 他们都跟着我们去学习 很认真的 我都真的是很受激励 所以你眼睛看得见的 你就更要殷勤了 更要自己来认识耶稣了 我们只是你路人 把你带到耶稣面前 你自己必须要认识耶稣 好 然后你还记得吗 这些人后来说什么 这些人后来说什么 说 看看前面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 先看前面 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心的 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那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 都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心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 看见没有 他们亲自读耶稣的话 亲自听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眼 亲自听见的 知道这真是救治主 那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妇人 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 他们自己去认识耶稣 这就是我们这些辅导老师 要做的事 我们不能做你跟耶稣 之间的中间人 我们只能做带领人 把你带到耶稣面前 你必须自己去吃耶稣的话 我们偶尔给你喂点奶 给你辅助 加一点营养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就指望 我们给你喂奶 你必须自己要吃干粮 OK 然后再看这个妇人的生命改变 记住这个妇人以前是 大夏天 就是正中午的时候 出来打水 现在呢 现在你看你们这个 耶稣在这住了两天 然后这人还跟 这个妇人这样说话 也就是妇人改变了 现在她跟这些人 居住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明了 她的生命一定翻转了 我不知道回去 跟这个男的怎么 断绝关系 还是怎么回事 总而言之 她的生命翻转了 现在她敢勇敢的 坦然的 面对自己的过去 因为她知道 耶稣已经接拉她了 所以呢 我们辅导的人中 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你 你以前确实是 有点像这个撒玛尼亚妇人 你把自己的生活 弄得乱七八糟 然后你现在非常内疚 拼命的责备自己 其实你很多时候 不是因为你的罪的原因 而是因为这个罪 造成的恶果 让你没办法接受 你就很难过 很难过 很难过 但是你要向 撒玛尼亚妇人学习 为什么 因为把耶稣的标准 当做自己的标准 耶稣接纳她了 耶稣 接纳她了 给了她免费的礼物 她自己就应该按照 得到耶稣的免费的礼物的 这种方式生活 就应该走进人群 传讲耶稣 不要再自圆自连了 如果你自圆自连 那就说明了 你觉得你比耶稣还高明 你要把你自己的那一套标准 放在耶稣的上面 这样也不是再按照真理 敬拜上帝 OK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